我看見人家有些一過十二條急不及待的走 然後之前我聽到隔壁房他要走 他說他大叫他開心到大叫 證明這十四天有多少人多頂 我想我應該現在睡個好覺慢慢等到明天中午時分 就走了 大家好我是Rose今天已經15號了 其實我已經解放了 當然現在吃完早餐就走了 想不到15號還有早餐吃 看看這個是我最後旅館的早餐 想不到今天這麼特別這麼西式 這個牛油配包 這些就是飛機必食的餐品 這個超像飛機餐 現在這些包最適合就是配牛油 我也覺得喜歡的 然後這個想不到這麼貼心 還有這些西式沙拉醬 這是我最後女館的早餐 我捨不得你們這裡的食物服務 我想想一下好像是否倒進裡面的菜裡 超級專業 好像很泡一樣 好我們之後再說 現在這樣看好像一間旅館房很大 就是我家裡的房間 然後我發現真的有很多人在泡泡室走 看到有些人在凌晨走 那些人一大早都走 是否只有我一個可以休息這麼久才走 謝謝 嘩 終於出街了 感受到自由的空氣 現在覺得困了十四天這麼久 現在連出去敷到吸 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嘩 大家好 終於回到我的家了 四重一月十五日回到澳門 接著到現在九月十五日 欸 剛剛好啊 又是十五日 你看 現在全部都汗了 嘩 真是 我都服我自己了 給大家看看 我拿這麼大個肌 我拿這個肌 還有那個袋 這樣硬上樓梯 就說不是說笑 我覺得真的絕對是體力漏洞了 嘩 夠了 我都服自己了 30KG的行李箱 還有一個大袋 這樣硬上樓梯 我實在太服那些住堂樓的人了 不是啊 現在就是住堂樓 嘩 極辛苦 我最多以為呢 一回來呢 就是想著說一定超級骯髒啊 但又喊 今次回來的局面呢 就是真的都未算太壞 而且應該抹一抹 大汁一波 應該就行的 自主隔離 七天啦 從這個才開始啊 十四天過了 沒人招呼啦 啊 大家記錄分量有多 就是呢 哇 我這陣子吃得很幸福啊 NO 我現在呢 就是回到家 立刻綁一綁啊 這裡 然後我發現 我重了1KG 哇 哇 我是真正這十四天名副 其實的食物好住好啊 啊 澳門已經吃到暴醬了 現在就逐月吃到暴醬 NO 我還想著說我這十四天吃得很規律 就是不會太肥的 啊 怎麼知道 好 由今天起 現在我回到我家了 然後我要實行那個 吃太飲食啊 好 現在 現在 今天開始 看看會不會吃到變瘦 好啊 到時如果成功的話 就拍片給錄一波 好 哇 我現在想著呢 清潔我的房子嘛 當然現在呢 最頂的就是 我一想到有什麼要買呢 但是一想到要 萬一要乘巴士的話呢 我就馬上頂給你們看了 我又不懂踩單車 什麼都要靠腳骨力的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 難道你考驗我 走路的功勒 好 回到家 然後我已經打掃了我的房間 然後就是床單那些美證 去買完晚餐回來 就是我今天吃這個 港式低腿飯 然後呢 就一杯 台式的珍珠奶茶 一下突然想喝了 四六一波 就是我一出來 然後就發現 好像逛街道呢 嘩 好像有些 不知道是不是運了14天了 好像有些短視了 就是有些不適應 看多人的環境不適應 然後看短視不適應 然後看短視不適應 有些 怪怪的 可能真的要給一段時間 先適應一下 想不到就是 困了14天 有這樣的感覺 還有都 想著說很興奮的 哎呀 想像中 14天呢 就是那些大拆特拆放飛自我 啊 然後我發現 真的現在全球鎖角 然後 很濃 超濃的本土味 就是以前走路 可能都會聽到一些不同語言 但是現在不適應了很多 台式國語 這點就分享一下 反而 好像少聽了說話 我的旅館真的太好了 我現在回到自己家 我竟然心心念念的旅館 我懷念旅館的床 然後顏色的感覺 然後 而且 酒店的氣氛 然後窗的風景 野食服務 那間旅館就是多層了一點 但是真的不錯 我覺得 啊 現在是不是要慢慢適應呢 其實有沒有人像我那樣 14天 現在懷念旅館的 現在3點多 終於吃一波飯 看看 喝這個 台灣奶 水果一個 然後 這個大雞隊飯 好像找到 上次我覺得 那間旅館好吃的便當飯 太好了 哈哈 是很美的大雞隊飯 一回來 戰鬥家 戰鬥式生活 好 雷斯飽飽 雷斯飽飽 大家好 今天終於過完七天了 話說這七天真的過得超級快 好 我今天終於解放了 耶 真是 終於可以搭巴士啦 搭捷運啦 去圖書館 耶 終於 好 這些真的貌似 平常不過的事 對於我七天解放而言 這些都是無比難得啦 耶 終於可以自由走動啦 好啦 今天很多東西搞啊 我要交超多費用啊 救命 終於可以堂食啦 堂食才方便啊 救命 啊 感動啊 好 再見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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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